林心如和周杰蛇吻事件最近一段时间在网上可谓是闹得热火朝天 其实大家现在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再是当年在拍《还珠格格》时 周杰是不是强行蛇吻林心如了 而是升级到了林心如品行的问题上了 可能因近几日关于林心如的黑料实在多如牛毛了 各种沉芝麻烂骨子的事都被网友不遗余力的挖掘出来 林心如与霍建华一直大陆发展的太一帆风筝了 之前从未听说过啥黑幕被爆出来 这次估计要重新挽回各自的形象已经不太可能了 而实际上在娱乐圈这种超级大压力锅里混 很难做到没有瑕疵让人人称赞 只有得意双心的艺人才可以如愿以偿 当年周润发的口碑一直都很不错 特别是那几十年来如一日的对起子的那种爱和呵护 更是赢得了好男人的称号 而发哥的粉丝也是平易尽人 不过在最近发哥却也不小心惹上了事情 招致网友对其爆股 该事件还是因为在最近韩国MAMA颁奖典礼上 作为颁奖嘉宾的发哥上台讲话时 刚一开口就蹦出粤语 看到节目的网友纷纷质问他为什么不说普通话 为什么到国外去当颁奖嘉宾 为此引发了炮轰 有些网友甚至让发哥也滚出娱乐圈 要小编说这真的不算事 人家发哥在粤语环境中长大 一直都是粤语交流的 台上颁奖的时候不小心说了句粤语也只是口误而已 不管如何发哥已是个花甲之年的大明星 大家应该更多的是尊重和谅解 发哥可是陪我们度过一个青春时代